据今天十点不一样精选 先来关注的是台电董事长曾文生日前表示 对于台电面临巨额亏损 一方面要靠政府挥注 二方面是有秩序的调整电价 这是不是代表电价又要涨了呢 推着推车边选边逛 晾饭店内中午时间人潮渐渐变多 冷气灯光设备也要跟着动起来 那当然是在室内的部分 在好比说人流的部分 我们尽可能控制在26度左右 那当然会因为人流的一些 租路状况会去做调整 因应台电在今年已经涨价一波 用电量较大的量饭店 也不得不勒紧裤带 从今年开始加强力道在各处节电 而吃电量最大的前三名 包含冷藏冷冻柜 冷气 还有照明 分为离风 尖风时间操作 离风时间包含美食街 卖场 只会剩下66%的照明 冷气也会因人潮多寡进行输送 避免浪费 在一辆饭店的冷冻冷藏这一区 可以说是最耗电的一区 像是有旁边的卧柜上面没有任何的遮盖 但是为了要节电 因此有一些的卧柜上面也做了上盖来保冷 24小时要维持低温的升仙区 在避电时则拉下拉连减少冷气流失 从各个角度节电省钱 那我们希望是说在整年度 在包含整个用电度数上 希望是可以比同年再省3% 加点是主要是每一年我们都有去评估 那因为今年其实也就考量到 包含了现在目前 有关于说要节省的这一块 那当然我们也在这些系统上的贷款 省电工作早就是各个企业追逐的共同目标 尤其台电董事长曾文生8月13日表示 面对台电的巨额亏损 一方面要靠政府挹注 第二方面则是有秩序的调整电价 似乎也预告涨价 那有些国家他当然是用市场的机制 去反映所谓的价格 但是他容易带动所谓的高的通衡 那台湾如果要完全去反映这个价格的话 那我们初算过平均的电价要再上涨 大概5到6成 而行政院为了稳定台电长期的财务 一定会给予协助 明年台电将再增资1000亿元 资本额从目前4800亿元 扩大到5800亿元 也是台湾资本额最大的一家公司 今年的4月1号已经涨电价11% 那所以预期 今年亏损可以没有到那么高的金额 但是还会亏掉2000亿 那因为这样严重亏损的情况 那政府已经对于台电增资了 那是1500亿 然后还有这个超额的那个税缩 200亿的补贴 那但是即使这样子 台电今年呢 还刚刚提到的 还会蓄亏2000亿 国际燃料价格波动 始终牵动台电成本 但专家直言 燃气再生能源执行进度不如预期 今年开始缺点问题恐怕也会更严重 政治的考量 所以今年是不会再调了 也已经宣布不调了 所以明年选后还是要到调整 因为核电一度电是一块半 那现在是以燃气来替代的话 那么一度呢 如果照台电的计算的话 大概差到这个 它是三块半 所以大概差到这个两块钱 虽然行政院长陈建仁 已经先一步宣布 10月不会调整电价 但台电的亏损 似乎是难以填补的坑 不涨价又会继续亏 但调整价格通膨压力也会更大 台电公司也会持续的掌握 国际燃料价格的走势 那并且善用我们的采购的策略 来降低我们燃料成本的采购 那降低这个燃料成本上涨的压力 那努力来减少我们的亏损 经济学者梁启元也提到 2025年核能全部除以后 又面临台湾能源转型 解放应该朝核电研议来稳定电价 但政府该如何解救台电 稳定民生 还有待考验 电动车维修费用高 车主通常会透过车体险转嫁维修负担 但通报时发现电动车的保费 怎么贵这么多 产险业者表示行为原始费率太低了 车子进场维修 常见的原因是发生事故 上礼拜也刚接到一个就是 逆向从前车头一直撞到车尾这样子 一般传统油车容易修 但若撞的是电动车就麻烦了 因为电车自然的几率比较高 电动车维修费比一般油车贵 将近百分之三十 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是不回原厂修不了 再来是零组件又贵又难修 第三则是技师门槛提高 最后是维修时间拉长 技师得多花百分之五十的时间 找寻问题 这些都是造成维修费高 理赔费用也高的原因 报警公司发现这件事就是说 电动车的事故率好像比较高 理赔率也比较高 所以后来他们就有研领说 是把增加保费 还是说某些电动车 性能比较强的去聚保之类的 最热门的Tesla来说好了 它比如说大概三四百万 就有所谓一千匹的马力 甚至说你两百万左右 就有五六百匹的马力 那放到汽油车 或是踩油车来说 其实这个动力是有个差距的 那当然会有些人 对电动车的动力会不习惯 可能我们一踩就冲很快 那事故率也比较高 电动车维修费用高 车主会想透过车体险 转嫁维修负担 投保时发现 保费怎么那么贵 同样的车性 我现在以示大概都要在 可能我觉得十来万应该是跑不掉 有个说法是说 事故的赔率也高 每次撞到修都要很多钱 但我觉得最初的运速取决 电动时候尤其是特斯 在维修的保养上 一般现在都是由外厂去处理 这样的情况造成说 它的维修行情的公司 都比一般的维修是贵非常的多的 约90%到95新车 都会投保车体险 多数都是保乙式车险 车体险的保费率结构 有三部分 基本费率 从人因素 还有车款 最主要车险 它最主要是做一个 损失填补的一个概念 所以它会判断的是这个车体 它的车子的价值 当我们发生车险事故的时候 就是以这个车险 我们约定的当初那个价值 来计算 所以也会换算到它的保费 所以相对应的 就是车子厂牌 跟车的险种 还有车铃 这些就会构成它 保险费差异的一个 最主要的因素 它的车体险价值高 它相对换算的保费 也会稍微比较贵一点点 最大差异在于车款 也就是厂型代号细数 厂代细数由保发中心定定 目前车险架构 没有区分传统车与电动车 从各厂牌 以示车体险损失率来看 特斯拉的损失率高达72% 但厂代细数明显偏低 因此2021年 特斯拉所有车款的保费 都调涨10% 国发会设定2040年 电动汽机车的市售率达到百分之百 电动车是一个趋势 电动车的维修还有零件 跟传统油车比起来很不一样 电动车发生碰撞 常常会是全损 电动车损率也明显高于一般油车 参险工会正在研议专属保单 明年电动车的车主投保车险时 有机会保到电动车的专属险 电动车维修费偏高 部分维修不能在台处理 费用更多 理赔压力大 现行制度无法针对不同风险标的 有合理费率 参险工会专案小组 讨论专属保单示范条款 有望年底前出炉 他们会有精算 持续精算那个理赔率 跟保费的这些差距 那我想动力跟买的人多少 这个应该会是主要的关键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 可能就是所谓的维修的价格 特斯拉的风险 目前的话可能 还是必须要经过一些市场面 不断的不断的评估 因为他最近可能还是一个 比较新兴的一个车种 所以他可能一些相关的风险系数 他可能还没有办法 很明确的有那么多的数据 可以做成一个大数据资料库 来让我们保险公司 进行一个风险的评估 可是我相信说 在随着市场逐渐成熟之后 各家业者去收集了这些资料之后 他们会有一些比较明确的成本 不管是成本或者是风险评估 然后去做他的一些 比较精确一下的保费计算 费率如何调整还没有定数 电动车和传统车载费用 燃油 维收 零件的内容完全不同 等到量身定做的保险制度问世 有机会解决车主和保险业者 眼下遇到的问题 TVBS新闻 中国大陆房市拉紧报 地产龙头恒大碧桂园大型资产管理公司 中植系甚至国营企业都接连爆发债务危机 临近北京主要干道地铁站 共计六栋高楼488户的大型建案正如火如荼赶攻中 对岸最大民营地产开发商碧桂园爆发债务违约 让房市与金融市场跟当地的天气一样山雨欲来 今年碰上景气反转 碧桂园7月销售额比去年同期暴跌六成 立即触发流动性风险 现在碧桂园无法如期支付 折合新台币7亿的两笔债券利息 旗下11党公司债停牌 今年上半年财报还预计将亏损450亿至550亿人民币 折合新台币1980亿到2420亿元 静凭机构预估 接下来每个月碧桂园都得付债务利息 明年底前还有170亿人民币境内债 和140亿人民币境外债到期 假设债务长期违约又无法债务重组 势必拖累大陆房市如自由落体般向下坠落 从中国大陆一到七月份的房地产的 这部分的一个投资是只剩下1.5% 但是它的销售是负7.9% 等于说它的销售是负值 再建一建的房子有差不多6亿栋 6亿栋换算成户数来看的话 其实是超过30亿户以上 严重的供贵欲求 严重供贵欲求的情况之下 导致说它这一波的所谓房地产 会出现这种所谓的骨牌效应 碧桂园前脚才出事 另一家规模最大的民营资产管理公司 终植企业集团 旗下中融信托也因为投资房产失利 出现3500亿人民币 约新台币1.5兆信托产品 无法如期对付的问题 结果货不单行 从事不动产开发的国营企业 远洋集团几乎同步爆发债务违约 就怕灰犀牛变黑天鹅 衍生成大陆版雷曼风暴 雷曼当时是发了很多衍生商品 还卖给全世界 连我们台湾就一堆投资人也都买了 但是中国大陆这几年 大家早就知道他们有出问题了 能跑的早就跑了 习近平就已经说大陆今年三大风险 一是房地产 二是金融 三是地方债 你看到碧桂园跟最近的中子系 不就是他讲的前两个吗 所以中国大陆从年初就已经知道有这两个风险 另外一个中国大陆今年把金融监管 上升到党中央层级 经管会主委黄天木老神在在 表示台湾银行保险和证券业 都没买中植系相关标的 碧桂园相关曝险 国内金融业则为三点零六亿 国人投资基金和碧桂园公司债 铺险十八点七亿 占整体比例相当少 专家认为是否掀起骨牌效应 要看大陆政府如何出手救援 大陆的内需就是他金融问题 虽然让整个经济往下滑 但是因为他接下来 就会推很多刺激政策 你反而去注意他什么刺激政策 各国政府都怕金融机构打 伤金动骨 所以出一个就救一个 一个都不准打 那中国大陆应该也会这样做 只是他做的做法是 扮演一个最终融资者 还是我购买你的金融商品 还是我直接接收你 这三种方式都有可能 接下来就是观察 它的利率跟它的汇率 因为现在的 离岸人民币的汇率 扁的速度蛮快的 现在到7.3附近 所以我觉得投资人可以观察 就是我们讲的CNH 就是它的离岸的人民币的这部分汇率变化 假设它这个地方往7.5那个地方 7.4 7.5那地方去做贬值的话 那市场上所担心的这部分的一些 这个所谓的连锁效应 为稳定民心 大陆政府从去年起祭出保交楼政策 透过专项借款 辅导烂尾楼开发商复工交屋 大陆房市高杠杆 高负债的游戏规则 踢到铁板 恒大碧桂园的危机 就怕只是冰山一角 TVB新闻 罗士鹏代言丽台北报导 台湾过去几年 因为旱灾再加上台风不来 都造成缺水的情形 因此水资源的市场 也吸引了能源公司的投资 将工业废水民生废水再利用 都立为重点的发展项目 毕竟不止民生仰赖用水 工业跟制造厂也都赖以为生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经过 前处理跟生污处理之后 再经过最后 这边我们是最后的二次沉淀池 经过两次过滤后的民生污水 已经少了许多杂质 在进入沉淀池处理后 民生污水才能成为放流水 回到一旁的凤山溪 我们这里收缩的水 进流水的话 大概在两万七千多吨每天 那放流出去的话 大概是在两万四千多吨每天 新竹县市在六七月 接连发生 饮用水源遭到严重污染的情形 当地的凤山溪和投钱溪 爆出污水事件 等同让七十五万人 使用脏水惹来居民的不满 也让水资源的处理问题 不上台面 我们处理的目的的话 主要是提升居民的生活水值 还有包含就是 排出去的生活污水 不要污染到河川 那未来的话 主要是在规划在 再生水这一部分 那再生这部分会先做 那三起的部分 还在规划当中 新竹县设立的第一座 民生污水处理厂 竹北水资源回收中心 在今年已经完成第二期工程 第三期的污水处理工程 还在规划当中 预备未来竹北地区的人口成长 先做准备 毕竟一天没有水 那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 那所以呢也因应就是两年前 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就是旱灾嘛 就是那时候就是没有水 没有下雨 然后那时候其实台积电 一车一车的水车叫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觉得 水是非常重要的 像民生用水 当然就是看怎么样 可以让我们的民生用水 就是可以更多更新设备 可以用一些节能减碳的一些设备 然后不会让耗能耗这么多 能源公司也发现 水资源的投资潜力 2021年砸上亿元 以七成股权取得 由水资源处理 四十年经验的公司 将工业废水 民生废水 再利用列为重点的发展项目 毕竟在水的市场里 不止民生仰赖用水 工业制造业也都赖以为生 因为其实你因应各地区的发展 所以各地县市政府 一定会不同的预算 来做这个水的部分的处理 所以其实像竹北这个处理厂 也是一样 那或许真的就是他看到了 竹北有很多的工厂 然后他必须有这么多的用水 那或者是必须要有这样的污水处理 根据过去台湾自来水公司的统计 全台湾的漏水率是在13.1% 而这个漏水量则是在4.2亿吨 也相当于两座石门水库的蓄水量 因此在水资源的处理上 才更备为重视 如果再加上台北自来水事业处的漏水率 1.2% 一年漏水量约1.4亿吨 和台湾自来水公司一同统计的话 等于全台湾一年流失的自来水 相当于2.8座石门水库的蓄水量 更等于全台两个多月的用水量 因为台湾的风呼越来越严重 甚至有台风步的来情形 其实废水回收再利用的部分的市场 包括主要是工业的部分 其实整个量级是越来越大的 所以对于厂商来讲 他们是比较习惯就是说 我的废水和处理完 是可以跟其他厂商讲我 包括因为厂商的社会责任 或是厂商用水的需求稳定的部分 其实是一直在成长 不过民生用水端 基本上则是由政府新建 水资源处理的推动 依旧需要政府推行 本来是应该要共同政府来进行 因为它其实没有市场的商业价值 那现在因为政府没办法 支应如此长大的财务的部分 所以它用BOT的方式 为给厂商 而台湾将近有60%的雨水 直接流到海里 另外近20%蒸发殆尽 也就是80%的雨水 就如同过客 难以收集运用 除了解决严重的漏水问题 使用后的水 又该如何循环运用 都是台湾正面临的重要可提 TVBS新闻 谢贤熙 郑胜微信单词 新竹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